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野生动物园 他们说进入上海野生动物园 第一个要去看的是大长腿 去看看吧 这就是大长腿 好多大长腿 今天的天气真的好晒 因为上海前几天已经进入每一次 一直都是阴雨天 我以为今天至少也应该是阴天 但是没想到来到上野这边竟然是个大晴天 这里有可以租车的地方 但是一小时五十块钱 算了还是靠两只腿走吧 这就是五十块钱一个小时的车子 看完大长腿之后 要去看一下大嘴巴 这就是大嘴巴哦 他们两个人嘴对嘴 不是他们两只鸟嘴对嘴是在干啥 这个鸟的嘴巴颜色好鲜艳哦 他们的上面还有电风扇吹风 估计也是因为天气太热了 这个是金刚鹦鹉 这些鸟的色彩好新鸟啊 然后现在我们要去排队等游览车 好多人啊 估计要等十五分钟左右 你看这一圈都是在排队的人 车来啦 车里好凉快啊 马出发啦 马们都在街上学艺走着 好悠闲啊 这边还有小马 感觉我们人类更像是闯入了他们的领地 好像是入侵者 这是牦牛吗 好多好多干嘛 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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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犀牛犀牛 好大个的犀牛 这是羚羊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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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头尾车上拿到了一个胡萝卜 嗨 我是Dais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里我会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如果喜欢就请点赞订阅吧 哦 这里是东北有胡萝卜 哇 哇 这边有好多好多人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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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好多好多人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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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一只好小的马来熊啊 怎么那么可爱 这里也有一只哦 嗯 现在是刚从看眼神动物的那个游览车上下来 我的马热炸了 真的好热好热 来到了一个相对来说阴凉点的地方 关于刚才那个观光车 我感觉好像我们游客是作为一个外来入侵者 去看野生动物他们的日常 哦 我觉得这点还挺好的 因为我不了解人类历史 其实我不知道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 到底是我们侵占了野生动物的资源 还是野生动物侵占了我们的领地 然后我们被困在一个车里面 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去看野生动物 我觉得这点还挺棒的 接下来去水域探秘看一下 然后另外送了一个老虎餐厅的圈 现在已经上船了 现在已经上船了 然后要去看一些水上的动物 Let's go 上海虫名的水 这是来自马达加森家的猴子 这是来自飞飞飞飞飞飞飞 这个餐厅通过窗户刚好 这个餐厅通过窗户刚好 可以看到老虎 然后如果你坐在窗户旁边 你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看老虎在旁边 跑来跑去 外面的雨真的下得好大 我感觉我的裤子还有鞋子 都已经湿掉了 现在刚好来到老虎餐厅吃午饭 他买的那个船票里面 有包含一张券是一个卤肉饭 吃看吧 卤肉饭这是饭 然后这是卤肉青菜和鸡蛋 这个是汤 总体来说我觉得它的肉还蛮大快的 然后味道还可以吧 但是没有特别正宗 不是那种正宗的台湾卤肉饭 然后这边真的是可以在一边吃饭 一边看到老虎的 现在明显鱼小了很多 我也吃完午饭 然后就刚好可以出来逛了 所以还算是不幸中的晚庆吧 这里有好多袋鼠啊 这里有好多袋鼠啊 感觉他们吃草吃得好开心哦 是因为刚下过雨 所以会比较好吃吗 然后还可以喂袋鼠 现在雨停了 然后感觉天气也凉快了一点 这里竟然有企鹅 但是我有点好奇是这么热的天 这边企鹅怎么能活下来呢 你看还有下面 但是这位大哥好像更喜欢待在岸上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点赞订阅吧 这将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 这里有好多天鹅呀 可能是因为有游客在投喂 所以他们都去到这边来了 有黑天鹅也有白天鹅 哇哦 好美 哇哦 这里的斑马好大只啊 哇哦 这里有好多好多的鸟啊 哇哦 这群黑兄弟 我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 但都超有精神的样子 这个豹子为什么看起来有点呆呆的 这里的鹦鹉都好好看哦 你看还有蓝色和红色的 哦 哦 大熊猫耶 眼睛 但为啥它一动不动呢 是睡着了吗 呃 可是我也看不出它眼睛现在是开着还是闭着 好可爱 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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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 好慵懒啊 这好可爱哦 哇哦 长节路好可爱哦 这里有好多长节路啊 我感觉我的镜头都装不下他的脖子 那这里有吧 帮我他什么来说 帮我 帮我他什么来说帮我 我长进这里 好 哦 哦 这一片都是长进入围 哇这个河马好慵懒哦 看起来 这里有好多大象 哇这里竟然还有摩天轮哎 好有意思 但我不确定这个摩天轮是不是动物园里的 就从非洲巷这一块能看到摩天轮 这个是独角溪 很高兴可以在中国见到你啊 虽然现在你一动不动 看到不少家庭用这种车子 踏车出行 刚刚那个拍的是非洲巷 然后这个是亚洲巷 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大象 它的象牙是没的吗 我不懂哎 动物园里还有一个游乐场哦 这里真的有一个摩天轮哎 只不过好像现在没在转 哇这个黑熊真的是都在等着上面的 象园 然后给他们投喂食物 所以都站了起来 哦这是小朋友游客 他们可以投喂黑熊 果然大家都是很热爱食物的 今天参观完野生动物园 其实我的整个心情是有点矛盾的 一方面我当然很开心 我看到了很多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动物 另外一方面我会有点困惑 是说这些动物们他们在动物园里面真的开心吗 也有感觉像狼啊狮子啊 然后叶豹这些动物他们都是天生战场 并且热爱奔跑的 但是我不确定他们在这边是不是真的自由自在 作为人类来讲 我希望这些野生动物们他们是自由自在的 但我又希望他们是被保护的很好 是不会受到伤害的 这算是今天我参观完之后的一个小小的感想吧 你觉得呢